徐良在小孤丰 管了一件闲事 遇上了两个怪人 一个长得心恶 一个长得善良 徐良啊 不认识他们二位是谁 赶紧一抱拳 请问宗姓大明 你跟我老师是怎么认识的 三将军 你哪知道啊 我们两个人都属于无名之位 可能你老师对你也说过 江湖上给我们送个小小的戳号 老朽 叫天龙仙师赵普 说着话他用手一指 长得好像野人似的那位 这是我亲师弟 绰号地牙仙师 叫魏白宝 哎哟 徐良心里就一惊啊 早就听说过他们二位的大名 江湖上谁不知道 天龙地牙 两位高人啊 听老师跟自己说 五十年前 威震武林的天龙惠地牙 被传为美坛 听说 他们两个人当初不和 天龙仙师赵普 曾经三次惠地牙仙师魏白宝 两个人大战三天三夜 没分输赢 最后 经白云剑客给解合 两个人成为挚友 还结为亲师兄弟 打难以后 这两位创荡江湖 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三十年前 突然这二位销声匿迹 不到哪去了 有人突然说 两位不在人世 有人认为不可能 他们两个人都有决意在身 功底最好 怎么能不在呢 没想到今天在小姑峰遇上来 这简直像神话相似 用倍数而论 他们跟梅良祖是同辈 徐良那就是晚辈了 你看徐良就这时候好 多攒不忘本 见着什么人说什么话 对长者一向是尊重的 徐良本听此言赶紧倒身下拜 闹了半天是二位老强辈 恕弟子有眼不识泰山 罪该忘死 我这跟老强辈磕头了 请起请起请起 赵仆把他搀扶起来 一点手 把地雅仙师魏白宝 交过来了 师弟啊 弄了一场误会 这不是徐良吗 老梅头的徒弟 跟咱的孩子有什么区别 哈哈哈哈 师兄 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我是有意的跟他开个玩笑 我听说这小子名誉太大 也有一定的本领 我打算呢 跟他比划比划 瞅瞅他 究竟有什么武艺 老梅头都教了他哪些 您那不要误会 徐良这才明白 闹了半天这是试验 众人都乐了 杜坤一看 都是一家人 这没什么可说的 赶紧往大厅里相让 众人说说笑笑 到房中分宾主落座 老标头 蔡立一看 大概有门 我这十八万两银子 能要的回来 他心里这也非常高兴 徐良作业之后 赵普就问 孩子 你这是从哪来 听说你在开封府当差 干的挺红坏 难道说 上这儿捕道 抓贼来呢 徐良温庭此言 长叹一声 那怎么讲 真是一牙拿尽呢 山西宴徐良 也没隐瞒 把怎样扫平阎王寨 胜利还仇 怎样又出了个 甲徐良紫面金刚王寨 又再样三亿宾天 等等的事情 讲说一遍 最后 说到自己 捉拿王寨 追来追去 勿走此地 徐良把经过说完了 在座的众人文庭 也不住的点头叹息 叹息什么呢 你还要不知道内情的 徐良名利双手 要官有官 要钱有钱 要声望有声望 不定多自在 相反的 一点都不自在 徐良所遭所遇 都是一般人 接受不了的 整天在刀剑上转悠 随时随地都有风险 和不测之祸呀 赵普就问 孩子 那你追着这来 可知道王寨 落到什么地方 哪里知道 我要知道 就到不了这个地方 黄望圈老强辈 给指点 嗯 我看这样吧 徐良啊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着急上火也没用 咱们放长线 钓大鱼 我实不相瞒 我们师兄弟二人 跟杜坤关系不错 经常到小工丰来做客 因为我们是闲散之人 无拘无束 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 也没人管我们 这杜坤这人是公道大王 你别看他占了山了 不抢不多 不骚扰百姓 人家小工丰 山上这五六百楼 自重自吃 不信 你问附近的老百姓 没有 不说这山大王好的 甚至有些地方 比官府还强着几位 我们两个人挺赞成的 故此交了朋友 有时候就到小工丰 这住些日子 你看这回多巧 碰上你了 这么办吧 我们哥俩一半会儿也不走 连杜坤在乌报 大伙想个办法 帮着你打探王宋的去向 要倒是众人捧柴火焰高 就胜死你一个人了 哎呀 徐良一听可乐了 五六百人给帮忙 那比自己不强得多得多呢 山县赶紧站起来 重新谢过 这时候杜坤让吴报 吩咐厨房的准备丰盛酒宴 大家要好好喝几重 这蔡丽就问 三将军 我那事呢 对了 徐良一乐呀 各位老强呗 还有债主 咱们话归前沿吧 我这次到小姑峰来 是管了件闲事 主要为蔡丽这十八万两 标音的事情 你看看 能不能赏给我个脸 把标音如数给退回 寻山走 杜坤一听脸红了 我是徐三将军 您别说了 要早知道您认识赵普赵老建客 和魏老建客 咱们就不至于翻脸了 卖说十八万两标音 就一百八十万 那又算个什么呢 我们这山上还不在乎这个 吴报 在 去 把标音如数退回 是 时间不大 把骆驼舵子 飙车全赶出来了 众人都到了院里头 陪着蔡丽 叫他过过树木 蔡丽一查 一点都没少 原封银子都没动 把老头子感动的眼泪掉下来 趴在地下 转圈可响头 我谢谢中尉 我谢谢中尉啊 你们可救了我 不然的话 我是活不了啊 当然他更感谢徐良 把标音送出小湖山 徐良 杜孔 吴报 也送出来了 老仙儿就告诉蔡丽 老人家 算了 这一次的标音保完了 把鹰子抓的手 就回家养老吧 八十多岁的人了 这是何苦 这是余生我了 这要遇不上的话 你怎么办 对 对啊 人心无拘舌吞向 我这是老了老了 老不知足 通过这回的教训 我真不干了 回到家就听您的 金盆洗手 抱腿就忍了 蔡丽跟徐良撒了一分别 她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办的 这老头啊 把标保完了 平平安安回到园记 延记滩 真就洗手不干了 说踢他干什么 有用啊 你别看这老头八十多岁了 到了夏文书莲花冠 设立八王类 开封府与穷贼展开殊死搏斗 这蔡丽还有用呢 她要不是报答徐良的恩情 要不给开封府通装报信 恐怕连徐良白云瑞 蒋平等人全都活不了 这是后文书 咱暂时先不提 再说徐良 送走了蔡丽 跟杜坤无报回到中平大厅 这杜坤吩咐吩咐手下人 快准备房子 让三江君住等 这两位见客没说吗 一半会儿您别走 您也别跑他了 我派人 打探消息 就这样 徐良就住的小孤峰 杜坤派了十几个能干的 奔向四面八方 打探紫面金刚王顺的下落 日子不多 把消息打出来了 什么消息 紫面金刚王顺 落到八宝叠云峰 轻松狼牙剑 另外还告诉徐良一件新鲜事 外面传说你死了 也不知道是谁 跟你长得差不多 让白莲花 雁峰把脑袋给剁下去了 人们都认为你死了呢 开封府的人 齐聚葵花岗 准备的棺材 为你举哀 哭得死去活来 山上的人 还要准备祝贺人头大会 撒请帖 传请箭 要把五宗十三派 八十一门的人 全请来 特别是跟你有仇的 全约来 要好好看看你这颗脑袋 徐良听完了是 啼笑皆非 老徐良一想这怎么回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这哪一位 咋的又跟我差不多 倒了没了 脑袋见着就捕了下去了 不行 我都马上回去 徐良就想走 魏白宝和赵普 还有点舍不得 两个人是这么说的 徐良啊 你别着急 他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是真假不了 是假真不了 这不你也听明白了吗 王顺现在落到爹云峰 轻松拦下见 你去你想干什么 那无疑问 你要抓王顺 我们哥俩可不是吓唬你 也不是长他人的威风 灭你自己的锐气 就是你 到爹云峰啊 白给 当然不是你的能力不行 是爹云峰 费人太多 势力太大 你一个人鼓掌难鸣 据探视的人说 那块不但有半日风亡点 电光霞火玉柜 紫面金刚防顺 同时 还有个三十臣团 陈东波 飞剑仙珠亮 以及他们约请来 很多很多高人 恐怕凭你现在的能耐 到那不但抓不住王顺 把命就去搭上 既然我们哥俩跟你师父不错 就不能不关心你 为了那将你长点能耐 我们两个人攀个大说吧 咱留个见面礼 把我们哥俩身上锁绘的 传授于你 一多姑娘身 你长点能耐 不更有把握吗 所以说你别着急 就安心住在小姑峰 把能耐学到身上 然后再去也不晚 徐良很受感动啊 一瞅赵谱和魏百宝这两个人 心肠特别热 一见面就想交给自己能耐 花多钱也买不来的 江湖上有那么一句话 命舍十定金 不舍一句春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命运 给你一定金子 不交给你一招武术 不告诉你一句明白话 我会了 我不交给别人 交给你我怎么办 江湖上一般的人都是这样 说像赵谱和魏百宝这样的 太罕见了 不管人家能耐什么样 见面愿意吞男儿子 所以徐良深受感动 徐良这么一分析 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剑 是个大善 一半会也拿不下来 他们想动开封府 也不容易 看来时间是短不了 我抓紧机会在这学点能耐 也不是不可以的事 反正大家已经着急了 就多着急些日子 这个谜早晚能解开 无论如何 我不能错过这个学习的机会 故此徐良也没生长 安心住的小孤峰 开始跟两位老健和学武 到了第二天 连杜坤吴豹都参加了 人们想开开眼 魏百宝先交给徐良 七十二趟地躺拳 你看这拳新鲜不 在地下打滚打 徐良还真没看见 广知道七十二路地躺刀 还没见个这样的拳脚 就见魏百宝身子往地下一躺 哪是人呢 简直就是个求死他 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两掌呼呼挂风啊 在下三盘方面 这是最好实力招了 把徐良看见 眼都发直了 连声叫好 魏白宝练完了 一个李渔达挺站起来 手脸虚然乐了 徐良 你见笑了 你看我鼓的这几圈如之河 好实在是好 老张家 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凭你这么聪明 一点就会 来来来 我告诉你秘诀 魏白宝 把七十二路地躺权 怎么样使用 应该在什么时候使用 他就诀窍在什么地方 毫无保留 告诉徐良 那徐良都聪明 你说一句话 就磕了板了 没个忘 而且 徐良是一点就透 这个人最聪明的地方 跟白云六 他俩相似 举一反三 你交给我一招 我从这一招里能画出三招 甚至五招的 我看一遍 比你原来还精 没有五天的时间 徐良 把七十二路地躺权 学到身上 当然了 将来有机会 还好好的服习呀 说学了就现用 恐怕不那么精 魏白宝教完了 赵普开始教 赵普的拳脚更精 他教给徐良 二十八路天龙岗 不然的话 他怎么叫天龙仙师呢 练的是云龙九县 神鬼莫测呀 徐良在旁边一边看着 一边心里想 看出来没有 能人背后有能人 好汉背后 还有好汉 当初我小的时候 跟我两位老师学艺 我就认为 除了我老师之外 别人都白给 可后来创当江湖 所经所见的 跟自己的想法 截然不同 别人的能力咱不说 就是说天龙仙师 和地亚仙师这二位 就这能力 有的地方 比老师就高着一筹 确实是好 哎呦 盘踞这半个多月 徐良搅着自己的能力 又涨了一大块 可因为耽误十几天了 天龙仙师他们也替徐良着急 认为着交个不得理了 徐良是官身子 不得自由 不能老让他在这儿学 干脆一半天就放他走 所以这两天就比较紧张 会什么 交给他什么 白天练不完 晚上练 这天晚上就这么办的 院里的点着明灯蜡烛 气死风灯 怕不够亮 又点了三堆够火 楼楼兵也没事 都来看热闹 院里围的都是人 这两位剑客 亲手传授徐良武艺 有说有笑 正在这儿练着你 房坡上来四个人 这四位跟佛似的 手脸徐良往院看着 一边看着一边乐 等徐良也练完了 其中有一个老头说话了 哈哈哈哈 我说晚上放觉不睡 在院里折腾什么呢 要真练得好还行 就这种挨打的招数 还不如不练 真叫我等 可发一笑 哈哈哈哈 什么呀 院里的大伙一听 就是一句 仰面往上广看 就见房坡上 并盘 站着四位老者 天龙先师用手一指 哪路的朋友 你别说风凤凉话 有种的下来 哎呦 赵普 别急眼哪 怎么说你好 你就高兴 说你不好 你就不愿意听了 稍后片刻 我等到 聊 四个人全跳起来了 就这四位望院里头并排这么一站 在场的人无不惊奇 什么原因 这四位老者 这好看劲就崩皮了 个头都那么高 体型都那么标准 年纪也相差无几 头一个穿一身白 月白多少压违金 鱼白色短靠 英雄肠甩掉 卷成麻花形 在身上斜背着 手里拎着根拐杖 面似银盆 三尺多长的白虎 这老者长得慈眉善目 总是带着一团和气 但是两个眼睛射出两道寒光 一丑就是个武林高手 第二个是黑帘的 就见这位跟大煤块变得似的 青断色鸭背金 青断色短靠 寸排骨头鸟 大衣背在背后 手中拿着五金的拐杖 往脸上一看 面如妙漆 黑中透亮 亮中透明两道麻刷子 没一对大花眼 是咽口的胡须 白的多黑的少 瞳孔放光 太阳穴鼓鼓着 是精力充沛 第三个 是红色的 红断色鸭背金 红断色短靠 大衣后边斜背着 手中拎着拐杖 往脸上一看 好像火烧云那个颜色 没分八彩 木若朗星 准头端正 大嘴叉 花白的虚然 第四个 穿一身黄 那脸也是黄的 这位长得是慈眉善目 看年纪 比那三位稍微小 那么个三五岁 徐良不认识 天龙仙师 赵普 地雅仙师 魏百宝一看 哎哟 四位 你们怎么留得到这来了 可谓英雄 共大聚会 失敬失敬 方才没看清是你们几位 多有得罪 这想赔离了 两人过去把腿一曲 那意思要行大礼 这四位老者过来 把赵普 魏百宝给扶住 免离免离 哈哈哈哈 我说你们哥俩 怎么还问我们四个 你们怎么到这来 哎别疲了 我们跟小姑峰的寨主 杜昏是朋友 每一年都得到这 溜达两回 住些日子 你们四位就从哪来 哎 人老了 不中用了 我们老哥四个 是丧于完景之人了 趁着有声之年 游历各地 散散心 烟见小姑峰 风光秀丽 故此我们才待了两天 晚上睡不着觉 出来夜游 听这又吵着又喊 人为唱大戏呢 这才登高一望 没想到是你们二位 在这传授别人武艺 故此才开了几句玩笑 徐良啊 就静静地在旁边听着 哎 赵普忽然想起来了 四位啊 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介绍 徐良你先过来 赶紧给四位老前辈施礼 这都是你老师的好朋友 这位 他一直那白脸的 这位老者 就是春秋四老的头一位 大爷春月春光好 这位一直那黑脸的 这是第二老夏至夏天长 他一直那红脸的 这是第三老秋霜秋凤五 最后一直那黄脸的 这是春秋四老的第四老 冬至冬静波 还不过去见礼 有喜来一天 这名好啊 春夏秋冬哎 这是真名还是画名 当然初次见面 不便深温 但是春秋四老的大名 他早就听说过 老师也不止一次地讲过 他们住到寒山 号称寒山的春秋四老 没想到在小孤峰相遇 徐良心里高兴 赶紧跪倒给四老磕头 这四个老头把他扶起来 就问赵普 这 这孩子是谁呀 嘿哟 你们还不知道呢 你往他脸上瞅瞅 有什么记号 四老仔细一看 哦 白眼眉 原来 你就是我们日思夜想的徐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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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